大家好,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长生 今天说一个私人偏见 正如标题说的 语速和说服力程反比 先说一个私人断言 过往听过各种各样的发言 我的个人印象是这样的 实际上你说什么,在哪说 何时说,为什么说 以及如何说都不重要 关键的是谁来说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决定 一个决议,或者说一个计划 或者说一个任务 之前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其实都不重要 都很难引发听众的重视 关键是看你这个人本身 在你这个组织里头 社会地位够不够高 为什么这么说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比如说4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段话 有现场的录音录像 当时不叫录像是电影 大家在各种场合里头都听过 那是我们毛主席用一口很浓重的地方方言 说了一句话 而那句话呢,字不多 非常正宗 花了将近三分钟 那对比一下最近之前 在大陆 综艺圈有一个华哨 他是以能够在两分钟之内 一口气把好多个赞助商的 口播广告说出来的这么一个人 很受欢迎 那他的语速呢 当然跟现在世界纪录相比的 Rap 国外我记得是一个 还是个白人 还不是黑人 一个白人的Rap 运动员 后总觉得他们不是音乐者 是运动员 人家能够一秒钟说出七个到十个词来 基本上你如果不看歌词 人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这种速度 那其实这种记忆呢 在中国传统区域 项目 项声里头也有 那叫叫灌口 跟我们练发音的那种绕口令类似 绕口令大家知道 什么吃不到不读不道皮 不吃不到道都不道皮 不用一些同音字 你要是念得非常清晰 咬字准确 而且说得越快也好 这种的是属于娱乐 娱乐向的技巧技能 对于沟通来说 其实真的是无关经验 想让别人认真听你说 不是说你语速快就行的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包括我自身也是 我就发现了 随着我在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岗位上 我的语速实际上是越来越快的 不由自主越来越快 包括今天想尝试 慢慢的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些断言 也会不由自主的快起来 为啥呢 这个可能跟普通人在社会上地位不高 引发的这么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地位不高意味着什么呢 你发言的机会很少 或者说留给你发言的时间不长 那么你又想 又想很好的 很努力的想利用 比如说三分钟时间 尽可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 那么不得不提高你的语速 可实际上发言也好啊 沟通也好 它最关键的功能的是什么呢 是沟通 不是单向输出 其实普通人 大家可能发现了 你获得的这些所谓珍贵的发言机会 并没有 实质上并没有给你沟通的机会 只是给你了一个 自我表达的一个机会 但你表达的是什么 其实现场没有人开啊 就是刚才刚说的 谁说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的呢 都是参考意见 跟现场某些重大的决策 其实没有关系 大家需要思考啊 去权衡一些利益的时候呢 需要找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来反馈一下 现场一线的这种实况 找些无关紧要的人 说一说 大家其实没人听你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我的私人断言 偏见啊 可以体会一下大家 也就是说 沟通已经说了 沟通正常沟通对话是平等的 那沟通过程 沟通的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第一是互通有误 就是说双方需要知道自己现在不知道的事情 其二是需要达成共识 就是双方 我们掌握的信息都一样 接着呢 面对同样的问题 同样掌握的信息资源 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 以便继续协作下去 所以听好了 第一 让所有人知道一些他们还不知道的事情 这个呢 单向输出就OK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每一次沟通 其实它的根本的目的不是说 胡同有误 因为这些不知道的信息不一定通过沟通来 我看报告也就OK了 甚至叫人专门来进行解释描述也OK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后达成共识 那么如何达成共识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谈判技巧啊 还有一些书籍 还有什么课程啊 还有甚至于泰的TD 泰的演讲当中呢 也说过成功人士 你想变成一个成功人士 想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首先得要让自己从头到尾到脚 变成一个成功人士 也就是说 你在发言的时候 你的衣着 你的谈吐 你的神态 你的首饰 甚至于你这个叫音调 都要跟成功人士尽可能无限接近 别人才会认真听你的话 其实人 社会性动物 包括我们人脸啊 为什么眼睛长在前面啊 不长在两边啊 还有这个我们眉毛 其实眉毛 它的真正的功能早就丢失了 什么挡雨水什么的 我们已经不必要了 这些呢都是为了让我们在面部上形成表情 以便在我们用语音说话的同时 微表情姿态 传达出更多的信息 来以便啊 加速交流 是这么一个原理 所以人天生就受到了训练 对于某一些表情 某一些姿态 下意识的会有一些反应 这都是你是普通人训练 是训练不出来的 是自然的反应 所以在沟通当中 为什么语速慢 会更有说服力呢 因为语速慢 意味着你不care你的发言时间 你有无限的发言时间 大家都必须等你说完 其次你语速慢 你说的事情呢 可以反反复复通过脑子 或者说 类似于我经常开玩笑说 不及以上干部 其实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话 他们只宣读秘书处 或者说相关机构给他的文件 所以这些人 他在正式场合里头 当然长期习惯了之后 在普通家里头场合也会这样 生活里头场合也可能会是这样 他说出来的那些内容 非常接近于书面语 很少有一些口头语 不是口语 是书面语 那书面语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接触到 从小接触到的最多的书面语 就是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应该说是全球 观众最大的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而且是播出时间也是创纪录的 70多年了 可以说是 解放前也有 其实解放前不是电视台 是逛播 那么他里头的字 每一个字连标点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的播报员 他的语速应该说是什么呢 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最有说服力的 又下意识的可以控制住的语速 但这个语速只是说一个最平均的 比新闻联播播报的语速还要低 比他的语速越低 说明你在社会上的地位越高 当然也有可能你本身就是口吃 没办法 为什么这么说 反过来说 第一 书面语的含量 在你陈述过程当中含量越高 给人感觉你越是深思熟虑 你说的内容可能更重要 其次这种缓慢 不能说缓慢 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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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信心 结论性的发言 那么他就不是讨论的意义了 我不是说我的观点让大家来讨论 指出来我哪里有错 我们好改进 而说我把结论说出来 你们必须按照这么去做 也就是说 我改说的 我不讨论 我说定论 那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 大家就习惯性的听进去了 这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行动 在 口 口语 不叫口语 口头 当面沟通的时候的 一个 我发现的 一个可能是技巧的技巧 但是是不是 能够达到自然的状态 那得要看大家去多练 或者说观察一下 周围人 无论是亲戚朋友 同事 领导 甚至于电影电视台里头的这种作品 去观察一下 是不是这样 语速和说服力 呈反比 但是你 但是你也别 故意拖慢你的语速 那可能到手的 给你唯一的 无论重不重要 你唯一的表述机会就被你浪费掉 好 以上 今天先说到这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发生畅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